現在呢我就先來買明天早上要化妝的化妝品 跟今天晚上要用的保養品 因為我是完全空空什麼都沒有帶 那就進去吧 歡迎收看一支阿圓 別忘記幫我按個讚還有訂閱頻道喔 買完了 我真的買超級多的就是化妝品保養品也有買 然後這個益森菇我也有買 這大家猜猜剛剛多少錢 因為我真的所有東西都沒帶 所以我光是這邊就花了27萬元-6000塊 真的超貴的 幸好退稅 可是覺得很慢 期待開箱 終於在家跟大家拍片了 那今天呢想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在韓國的OLIFIA 飛竹站的10樣小物 如果看另外一支我在韓國拍的戶外影片 我好像只有在那支影片裡面分享我的TOP3前三名 但是因為我買的東西真的太多 所以今天呢 這一支影片的大家看完之後呢 一定要把它收藏起來 去韓國就知道應該要怎麼買了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那我們先從保養品開始好了 因為畢竟我是現在素顏狀態 那我待會就是希望用這一些保養品化妝品 上來我臉上要讓你們直接看到那個實際的樣子 第一個要跟大家分享就是這個 古打的面膜 它是青橘面膜 有點淡淡的青橘香氣 檸檬香氣 然後呢它裡頭是長這個樣子 這個在韓國超級紅的 我記得它有附給我夾子 但我不知道我夾子跑去哪裡 這個韓國其實蠻多品牌都有做這種系列的臉頰的面膜 然後你也可以當 你也可以這樣直接這樣敷著 然後你也可以就是直接拿影片 然後出來擦拭你的臉 而且它敷完之後 臉真的會有那種提亮的效果 整個人看起來就是會比較水潤 比較不會乾 因為我以前真的是不用面膜 我也無所謂的人 但我現在有用面膜 我就會覺得 欸 隔天狀況很好 它的那個標示是寫說 它可以去除你的一些痘痘的印記 跟蛋斑 但我自己是覺得 可能沒有到那麼誇張 但是當然基本的 你說想要清潔你的肌膚 讓你的皮膚 比較不容易會有囤積髒汙 跟老廢角質 我覺得這個一定是有的 而且各位女生們 如果你們希望你們的妝感 可以看起來非常的服貼的話 你在妝前 你一定要好好的清潔你的皮膚 像我早上起床 我是完全不洗 就是我不會用洗面乳系列 我就是清水沖洗完之後 我就開始擦保養品 那但是如果我有多了這一層步驟的話 我的妝感就會看起來非常的服貼 大概這樣子 敷完之後 然後呢 明義兩側這邊 一定要清潔乾淨 很亮吧 它完全不會黏 你看 我明明就是 我昨天也是有正常洗一點什麼的 但是就是一定會有一些髒汙 稍微的拍打一下 這樣就完成了 再來呢第二個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AMUSE的果凍氣墊粉餅 大家知道AMUSE現在是張元英代言 所以呢它的廣告真的是超級燒 它會有那種果凍肌 就是看起來很像是玻璃的感覺 非常的亮 它氣墊跟我們就是以往一般的氣墊不太一樣 它是這種網狀的氣墊 所以只是輕輕擠壓 它就可以擠得出來了 大家看一下喔 我輕輕壓 你看 它輕輕壓就有了 所以不要一次擠太多 你們看有沒有看到那個很提亮的感覺 很像果凍 很亮 這邊的話就是 它有一些地方沒有被遮到 可是另外一邊的話 該遮的地方都有遮到 而且看起來就是 會亮一些白一些的感覺 看一下 左邊是有上的 右邊是完全沒有上的 雖然我自己覺得我自己皮膚算蠻好的 可是左邊就是還是有稍微的把我一些淡斑就是給遮掉 是完全沒有上任何遮瑕的情況下喔 所以這一款它真的超級髒 而且它還有三個顏色 它是SPF38PA++++ 所以如果天氣熱的話 還是記得一定要上一下防曬 它沒有些幾號耶 可是反正它是Jelly的 對它每一款的名稱都不太一樣 而且我這一次呢 我也有去他們的化妝室 然後我就發現 上那個底妝的時候 都是這樣子非常快速的拍打 你這樣子拍打完之後呢 你真的會覺得臉看起來 比較不會有那種浮浮粉粉的不自然感 而且我已經算是超級廢物 就是我不太用遮瑕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跟我一樣 就是不愛用遮瑕的人 我覺得這一盒可以買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好用 上妝速度也超級快 但是我沒有要分享粉餅 因為我買到的粉餅 我覺得沒有很好用 我覺得真的超級無敵 喜歡拍這種系列的影片耶 因為我覺得 可以跟女生們分享自己喜歡的東西 是一件很開心的事情 好 雖然現在我上的這個蜜粉 不是Olivian的 但是如果它有興趣的話 我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一顆是Chanel的 它的粉真的很細很細 然後你上完之後 你也不會覺得 欸呦很像是 鋪了一層面粉的感覺 好啦大家如果想要的話 來截圖 截圖這一顆這一顆 截圖 再來呢跟大家分享的就是這個 Wake Make的腮紅 這是04號 你今天如果是那種收餐的人啊 你用它 你完全不用擔心顏色會很深 因為它其實呢是漸層的 所以我每次刷的時候 它其實是油彈刷到深 然後這樣畫過去的時候 非常的自然 你也可以把它分成兩段 你可以只用左邊 或只用右邊 它就是兩個顏色的概念 然後你買它的話呢 它會附給你一個這個刷具 然後我自己通常都會這樣子 沾一點點 然後呢上在這裡 現在非常流行就是畫腮紅的時候 就盡量畫在這個 臥蠶的下面一點點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顯年輕 你看 它顏色其實沒有到很中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然後呢我近期非常的喜歡 就是在這個鼻頭的部分 也稍微畫一點孫分的感覺 這樣看起來呢就是會有個很年輕的感覺唷 好腮紅上完了 我覺得非常的 就是不會看起來很厚重的感覺 這樣我自己個人蠻喜歡的 那再來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這一顆一樣是AMUSE的 九色花花眼影盤 它是比較偏大地色 然後今年因為在韓國 非常的流行大地色系的 不管是衣服或者是彩妝 這一顆呢它顯色度我覺得算蠻高的 然後每一顆呢你完全都不會浪費 因為它就是超級好用的基本色系 我當初在買的時候一樣是有附這個刷具的 然後呢我會先用這個 顏色最淺的 輕輕的刷在我的眼皮上方 然後呢今年其實呢就是 比較流行 又太感的妝容 那又太感的妝容有一個關鍵就是 你顏色不要太深 上面這個顏色呢上完之後 然後再來呢第二個顏色 我會選擇中間的這一個顏色 中間這個顏色呢是比剛剛那個顏色 還要再稍微深一點點 但它比較像是很淺很淺的咖啡色 上一點點在這個眼皮的最外側 就是有點靠近眼尾的部分 也是輕輕這樣子刷就可以了 而且重點是它這一顆很可愛的是 它有其中兩顆是有花花的 這一顆是花花 這一顆也是花花 然後這一顆是紫 剩下才是正常 超級可愛的 我覺得女生就是很容易被這種 一點小小的小細節所吸 我今年自己個人也是比較不喜歡 把妝感畫得太濃的感覺 所以基本上我先這樣 然後我會先取決於我的 下眼瞼臥蠶的這個地方 有沒有畫好 再決定我的上眼皮的顏色 要不要再上加深一點點 我之前呢是有割過眼袋的 所以我其實這邊會有一點點臥蠶 可是我這邊幾乎就沒有 因為我沒有在有做多餘的填充 所以導致於我的左眼跟右眼 其實兩邊的臥蠶是有點不一的 好那沒關係 我們臥蠶一樣可以畫 一樣選用剛剛的那個顏色 這個顏色 臥蠶的就是先把下眼點這邊呢 先把顏色上淡 盡量讓它看起來乾淨 另外一點是我自己覺得最難畫的地方 因為它幾乎是沒有臥蠶 所以等於完全要靠我自己的技術把它畫出來 再來呢再用一個顏色再稍微有一點點亮亮的 珠光感的 就整這一顆 它其實呢這裡頭呢一共有三顆有珠光的 上面的這一顆跟下面這一顆 這兩顆的那個顆粒感比較粗 這一顆最細 好那我們就用最細的 來上在我們下眼睫 這樣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你知道你有的臥蠶之後你看起來就會變得很年輕 因為臥蠶呢就是你可能還是需要就是有點厚度 所以你第三個步驟就是你可以用一個顏色比較深的 然後把它就是在下面這邊讓稍微順一下 我們選旁邊這一個 淡淡的巧克力色 欸我建議你們就是如果要刷的話呢 最好是去找一個找不一樣的刷具 因為我現在是因為比較懶的關係 所以我用同一支刷 但我覺得我等一下會洗它 對 然後呢 輕輕的那個微笑的感覺 我記得Core跟Vita他們每次在幫我畫的時候 他們幾乎都是用筆畫 可是 因為我自己覺得我自己沒辦法 像他們的手這麼巧 所以我自己就會盡量是用眼影畫 因為用眼影畫的話 起碼它的粉很細 它不會看起來就是有很明顯的一條 除非你今天很有把握 你的那個粗細你可以做得很剛好 不然的話你就可以學我用眼影盤就好了 這樣 就有了 是不是很簡單 然後你覺得你自己的下眼睛還想要再提亮一點 這時候 你就可以上剛剛我說的那個亮粉比較粗的那兩顆的顏色 其中一個 那我可能就會上下的呢 我可能就會上這個顏色 因為我覺得這個顏色比較偏白一點 看起來會讓眼睛整體感覺比較亮 然後呢就可以上在中間 中間畫一條就好了 我覺得化妝呢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就是 找最適合自己的顏色 最適合自己的妝容 並不是說今天別人怎麼畫 你這個人怎麼畫 因為不見得會適合你 也不見得會好看 化妝講求的就是自然 雖然今天呢就是我分享這十個 OLIFIAN我覺得很讚的東西 然後也順便畫給你們看 但是你們還是可以去找出最適合你們自己的 齁 就這樣 就這樣 就好了 不要再多了 化完就是長這個樣子 對 因為你上面的顏色如果太深的話 有的時候你會看起來整個人很鮮老 因為你會等於所有的顏色都堆在這裡 可是如果你把所有的顏色都往下 堆在這裡的話 看起來就會很像是十五六歲的小妹妹的感覺 讓自己看起來 跟實際原因有落差 那就是我比較的 OK 接下來要跟大家分享的是這一支 CLIO的眼線筆 防水眼線膠筆 然後KASER 它是我買的是03號 我過往比較習慣用眼線筆 因為我覺得眼線筆勾勒的感覺比較順 但是我自從買了CLIO這一支 我近期的妝容幾乎都是用它來勾勒我的眼線 我跟你們說它其實算是顯色度蠻高的 而且輕輕畫就有顏色了 這種顏色是我自己個人最喜歡 因為像我看起來很年輕 那你就盡量挑那種比較無害的顏色 咖啡色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然後我現在畫給大家看 因為我盡量只畫眼尾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不要太多 因為我的眼睛真的不是圓的眼睛 我上次有跟Cole Ray討論過 我的眼睛其實是屬於就是 比較扁 然後是比較長的 所以這時候如果我又再畫更長 我眼睛看起來就會更小 所以我的眼線就不能畫太長 如果你的眼睛跟我一樣 是屬於這種眼型的 就不要畫太長 而且有沒有發現就是有畫眼線 看起來眼睛真的會大比較多 就是這樣很簡單 而且它真的顏色非常的顯色 我覺得這一支一定要買 因為它真的太好畫了 很好上色 這一支讚 KOLIO的 接下來呢 要來分享的就是 睫毛膏 睫毛膏也是我這一次買到 我覺得特讚 一定要跟你們分享的 也是Wake Mac的 這一支 我想它是完全不會讓你 連睫毛羊尾的一支睫毛膏 非常好用 但是在使用之前的 一定要先記得夾睫毛 這一支睫毛夾也是在Olivea買的 可是我覺得 就OK啦 因為它滿便宜 它用才一兩百塊錢而已吧 再來呢 就要來刷它呢 它是這種比較偏細一點的 它的刷子 是那種可以讓你刷出比較 接近根根分明的感覺 你看 你看 我有刷跟沒刷 是不是差滿多的 我發現有一些人 好像會忘記要刷下睫毛 可是 你下睫毛如果沒刷的話 真的就是會差一點點 是不是瞬間覺得 我這支眼睛比較大顆 這支比較小顆的感覺 然後我發現像眼睛 比較沒有追求 所以就是你一定要 每一根都有刷到 我覺得就是 幾乎基本上 有八九十八 我覺得就是很不錯了 你有時候上眼影沒有畫 沒關係 你眼線沒有畫 沒關係 可是呢 你一定要記得 現在的妝容呢 就是你一定要有 睫毛 然後一定要有 下眼睫的臥蟬 一定要有腮紅 你只要呢 記得這三點的話 你就完全 一百分了 真的 OK 下一個要跟大家分享的 一樣也是CLEO 我真的是 花了很多錢在買 CLEO的東西 這一支呢 是VV lip pencil 它呢是跟那個 我記得是HAPPY RIM化妝師 共同聯名的一塊 唇筆 然後我現在覺得唇筆非常的重要 因為它可以讓你就是整個 垂唇 儘管沒有去打玻尿酸 也可以看起來 斷斷斷的感覺 在上妝前呢 我稍微的先用了 剛剛的氣墊 然後打一看來給它 然後呢再用這個筆 這個筆呢 它需要消遣筆 但是它有附給我一個消遣筆機 把你的唇心呢 勾勒出來之後 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稍微抿唇 把這個倒三角形勾起 沒錯 就是把它給添滿 然後呢 再用這一支 這一支我個人也是超級喜歡的 它也是CLEO 這支影片很像是CLEO夜配 它是CLEO的03號 是安芋蓁帶臉的 是很粉嫩很粉嫩的色系 因為它非常保濕 所以我可以完全不用上任何的 護唇膏 我用它也沒關係 今年真的好流行好流行 那種看起來 顏色比較偏亮一點的唇釉 像這種就是比較半透明的色系 看起來就會很年輕 如果是霧面的 看起來會比較成熟一點 所以如果今年大家在挑選 唇蜜唇釉的時候呢 最好都是挑一些比較粉嫩色調的 我之前自己在很流行霧面的時候 我也很愛擦霧面 我現在回過頭看我以前那些照片 我就覺得 哇 我以前怎麼看起來 比現在還要老的感覺 我不知道啊 但也有可能我十年後 我會覺得我現在介紹的這個 就是也太老了吧 下一個要介紹的呢 是我覺得 大家去韓國Oligbion 一定要買的 就是 這個 黎酸菌 Lacto 它現在是普遜菌代言 我看其他韓團的女生 她們在宿舍裡面 偶爾拍拍影片 她們的櫃子後面一定會有Lacto 這個真的在韓國超級紅的 幾乎是所有女生 大家一定都會買回家的一個保健食品 但因為呢 這次是保健食品 沒有辦法講太多 反正總而言之呢 就是我現在每天都有在吃就對了 然後我覺得它真的 很讚 你們呢就是如果想要知道它更多的資訊 你們就是可以去搜尋Lacto 然後我之前就是有看過一個研究報告指出 就是如果你的腸胃非常的健康的話 你整個人就比較不容易會猶豫 會感覺心情比較愉悅 我當初是因為這樣我才買的 然後我後來買完之後我就發現 欸 它真的很好吃 它有一個清清淡淡的檸檬香氣 然後你吃進去的時候 就算你今天不喝水 你直接這樣子吞 也不會 KKK到 那我當然平常我都是會 就是這樣喝水 然後就是再吃一包這樣子 吃完之後我會覺得我自己看起來 是我自己想要的狀態 對 因為不能講太多 就是我很怕講到療消 所以我只能這樣子講 完全毫無任何業配 這個真的 一定要買 好不好 截圖借起來Lacto 然後再來呢 倒數第二個了 欸 我今天這樣是介紹11個欸 不然第11個加碼 然後前面10個必 必推這樣就可以嗎 接下來第11個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這個 這個在韓國也是超級紅的 這是貝果脆餅乾 韓國他們就是 Olivia裡面有一區是 完全在賣什麼 康普茶 益生菌 乳酸菌 各種有的沒的 反正就是讓自己變漂亮的東西 全部幾乎都是在那一排 其中呢 這個零食也是 因為呢 它是熱量比較低的 低卡零食 晚上有的時候也不是肚子餓 就是純粹嘴殘 這時候你就可以吃這個 然後呢 它有很多口味 洋蔥口味 是最紅的 這個真的可以買 它裡面長這樣 它一片很薄很薄 就這樣子而已 你真的是晚上吃個雞 是不是不會怎樣 好快 分量是這樣 至少有一半 雖然你要說它跟一般洋蔥片比 洋蔥片當然是超級好吃 可是 它已經算是我覺得 健康零食裡面非常好吃 而且 味道算是蠻濃的 重點是 我覺得要吃它一定要蠻鹹的 因為如果你買甜的 有時候你會覺得 有點太膩 可是鹹的你就是會很帥 一直想吃它 口味很多 如果你們有試過 可以跟我推薦說 你們覺得哪個口味好吃 但是 我目前覺得 洋蔥口味一定要買 推推 最後加碼 這是 加碼的 不在這10樣裡面 這個 Skin Food的 胡蘿蔔面膜 Skin Food真的已經超久 然後它從我國中開始 包到現在 Skin Food現在就是 它不是說什麼 是最紅 目前最當紅 它這一盒面膜很好用欸 它是網狀的 然後它敷上去之後 就是薄薄的一層 你也不會覺得說 它像其他面膜會皺在一起 它完全不會皺 它就是這樣子 很平滑的 在你臉上 其實它要敷20分鐘吧 20到30分鐘 我昨天敷20分鐘 敷完之後 我跟你們說 它吸收速度真的是超級快 因為我就是這樣子拿下來之後 我這樣子稍微這樣擦一擦 幾乎已經快被吸收完畢了 然後再來是 我隔天的膚況 就是影片一開始的那個樣子 是我敷完隔天的樣子 我覺得毛孔有差 因為我有時候就是 如果熬夜 毛孔就會變得比較粗 可是我昨天也沒有很長睡 但我就覺得 我今天的整個臉的狀態 蠻好的 雖然網路上就是 我覺得它的評價很不易 有些人覺得很棒 有些人覺得還好 我自己個人是非常推的欸 我覺得它很好用 也會有一種提亮的效果 因為我昨天敷完之後 然後我就立刻要擦保養品 然後我就很猶豫 到底要擦幾樣 因為我已經覺得 我臉看起來很亮了 就好像沒有必要 結果我隔天早上起床刷了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我的皮膚變很亮 總而言之呢 就是如果你希望你可以隔天 在上妝的時候 妝感可以更服貼 或者是你想要急救 你當下的狀態的話 我覺得這一盒很值得 買回家屯一盒 分享給各位 我跟你講這裡面還有很多 是我買的 我覺得超累的 但是呢 以上這一些推的 都是大家如果 之後去Olive Young的話 真的可以買的東西 因為每一樣都是 我覺得很讚的 這一支影片 希望可以跟大家有幫助 以上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這一支影片 喜歡的話 記得幫這一支影片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如果呢 你喜歡的阿遠 就是回歸到最一開始 跟大家分享這種 很女生的東西的話呢 你也可以留言 或私訊告訴我 讓我知道 好那就是這樣子 下一支影片見 掰掰